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这个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视频流量的问题 因为一直在视频中给大家讲原创 包括上一期视频当中 也给大家强调原创有多么重要 那么到今天为止 针对这些原创作品 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定的误区 这个是学员当中咨询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作品之前一直是自己原创的 也是符合原创要求的 那么这个作品发布了之后 三个小时播放量不超过100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听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感动身受 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觉得 说的对,我也是这样 自媒体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 平台就是打击新人 其实真的不是 咱们的作品之所以没有流量 肯定是有原因的 平台的推荐机制 这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发布一个作品出去之后 这个作品不会立马给你很多的流量 一般立马给你很多流量的 这样的视频都是很容易违规的 比如社会乐点题材的敏感话题的 一般都是这种 或者你的视频时长非常短 又是敏感题材 乐点题材 这种情况下平台还没来得及审核 机器审核的过程中 发现你的数据表现非常好 就会给你推送流量 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账号就很危险了 不光是内容危险 而且账号很危险 所以说短时间之内拿到了比较高的流量 在现在来讲 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自媒体是持久深耕的一个领域 不是说一下子一夜暴富 像两三年前那种去做高流量的玩法 包括今天还有工作室团队在做的 我们个人是不适合的 你是做不了的 两三天可能他们就没一个账号 人家做一个账号 然后赚一笔 再把账号卖了 他们还是可以获利 但是咱们做不了 最早的在2017年上半年再往前注册的那些账号 某个平台 这儿咱们就不提特定平台的名字了 在某个平台当中注册的这些自媒体账号 它的银行卡是可以不和它的身份证一致的 也就是它可以换榜别人的银行卡 可以进行提现的 这也就是这些老账号 他们其实价值很高 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的话 我可能当时注册几百个账号 对吧 但是现在说这个话都晚了 我接触自媒体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正好赶上这一波机会 没把握住 到现在为止 很多可以运营的 操作的 去买卖的账号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当然这种老号的很少了 现在被大家做的差不多了 半死不活的 都是一些批量做号的去做的 真正能坚持下来 做内容 做下来的那都是大号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这个问题 原创的视频为什么没有流量 这个其实流量 它和原创不原创没关系 咱们也会发现平台上不是原创的 搬运的视频是不是也有流量 是不是流量也很高呢 那么原创的作品 是不是就完全就都没有流量呢 也不是 也没有那么绝对 很多原创的优质作品流量也非常高 甚至最高的上千万播放量的都有 那么搬运的混减的流量 也有高的流量 它和你原创不原创没有关系 我们这儿给到的这个假设的前提 就是什么呢 这个作品你真的符合原创的标准 当然很多人其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是他认为他的作品是原创的 但是其实是不符合原创标准的 我们说的原创是平台要求的原创 不是你自己觉得的原创 用明星说过的那句话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你觉得这个视频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就是原创 那其实不是 平台要求的原创要求很高 比如说你在网上找一些视频素材 你剪辑了 放到一起了 你也卖力了 花功夫了 花费精力了 花费时间了 然后去做了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原创 但是其实平台认定不是 平台要求的原创是什么呢 平台要求的原创 其实标准的不算高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并不简单 不仅要求你自己写文案 当然这个分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真人出镜的 一种就是视频剪辑的 这个也是大家纠结的两种类型 我是建议大家能真人出镜的 你就真人出镜 因为什么呢 视频剪辑还要下载 素材还要对应文案 还要去剪辑视频 多麻烦呀 真人出镜多简单 或者你有那个时间精力 真人出镜 再加上视频剪辑 效果就更好 很多人不是想着要早期变现吗 你这种形式才能达到自己的IP 才能增加粉丝粘性 后期才能考虑变现 所以说最建议大家这种形式 那么之前视频我也说了 为了鼓励大利亚真人出镜 自己配音 我特地呢 做了一件比较大胆的 比较疯狂的事情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头发给剃了 买了一个理发的工具 自己把自己的头发给剃光了 剃的非常短 后期的话呢 等我这个新课程做完了 咱们可以开几场直播 然后呢给大家展示展示 相信呢 应该会鼓励到一部分人 那么针对这种流量比较低的内容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视频是优质的 比如像我的视频这样的 有很多用户喜欢的 别人看了之后呢 也会愿意看的 这种视频上来没有流量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视频时长太长了 就像我的视频 视频时长 如果做到10分钟 刚上来的几个小时 这个播放量就是没有那么高 确实是没有那么高的 平台的推荐机制 刚开始就是以冷启动为主的 给的推荐量很少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流量不精准的话 那么看到的很多人 他是不愿意看的 这个没关系 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你往后看 因为视频的推荐周期很长 之前我也说了 你去看我之前发的那些视频 没有一个视频的流量是低的 基本上都在一两千以上 包括最近发的这些视频 停了几天之后 这个流量慢慢的也上来了 就是这种情况 长视频就是这种特点 它需要你时间的积累 你只需要增加视频数量就可以了 就好比我这个账号 流量是正常的 单价还偏高 当然也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下 我只需要增加视频数量 后期我的收益就不会差 现在我的收益一天能有个不到 200块钱也差不多 后期的话 可能一天就能到500块钱 我现在只发了60条视频 当我发到300条视频的时候 扩充5倍的时候 大家再回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我的收益 当然这段时间 一直忙别的事情 没有更新 更新起来比较慢 后期我有空的话 一定会多更新视频 大家如果做内容的话 更新频率千万不要学我 我这个属于是一个反面教材 你在有流量 有单价的情况下 你想赚钱 一定要多更新视频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你的内容不行 导致的流量低 三个小时流量不过100多 这种情况 那么你整体后期流量 也不会增长了 尤其是一些信号 你的账号中 只有这一个视频的时候 它平台是不会再给你推荐量的 虽然我们说 一个视频的推荐周期很长 但是也是立足于你的账号 是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三两年只发一两个视频 那平台给你推荐这个视频 可能一两天就推荐完了 后期就不会再推荐了 为什么 你没有良好的行为 其他的视频带来推荐量的同时 可以活跃到你的账号 你的账号活跃了 平台会给你其他的视频推流量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而且你还可以把所有的视频 放到一个合集里边 这个合集的形式可以增加推荐流量 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找内容的问题 内容的问题分三方面 一个是你讲的话题的问题 你这个话题吸不吸引人 有很多人做的那些话题都不吸引人 比如说有一个口播的学员 他的话题是什么 讲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讲他儿子生活中的各种事 小的事情 或者就是拍这些小细节 或者就是讲他自己对什么什么的看法 他自己上学的经历 这些东西大家怎么会看 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来讲 咱们换位思考 当你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你会愿意点进去吗 其实大家都没有时间去看这种内容 我们针对的用户 他们看自媒体内容 看视频 目的是为了娱乐的 不是来听大家讲道理 不是听你来写字传的 所以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理解 另外就是我们的标题和封面了 标题和封面 就是吸引用户去看你的这么一个基础 你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用户就很难看到你 平台把你推荐给他 是为了让你去吸引他 所以标题封面很重要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内容 用户点进来看你了 这还没完 你得让他留下 让他把视频看完 不能让他看到几秒钟就走了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这几个概念 其实属于老生常谈了 但是很多人在做内容的时候 还是抓不到这个点 后期我们单独的去把这些内容 给大家讲一讲 但是免费视频也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实操演示这个过程 去比较细致的讲这些东西 我们视频形式就是这种语音配音 文案语音配音 然后加视频画面 这种形式不是实操的这种形式 所以说可能对大家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课程 课程价格也不贵 而且还是持久更新的 后期都是免费更新的 那涉及到的内容也会非常多 比那些4580 3980的培训机构的课程 价值量高很多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点赞公众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